一個晚上就吃完了 超級脆 你看它總會有超多種口味 總會有五種 這是在今天的推薦影片裡面 唯一一個健康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Milsono 下來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10樣美國必買零食 那今天要推薦的這件商品呢 我都會找時間在我的代購群組裡開團 如果你也想要試試看美國必吃零食的話 可以去加入我的群組喔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 Nurse的糖果 那它呢總要有兩個口味 這個是Rainbow的 紅色的 然後這個是Very Berry 藍色的 你們看我都已經快要吃完了 剩下最後幾顆 它在箱子呢是我自己加的而已 我太喜歡把手伸進包裝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是長這樣子 超特別 你看 它這裡面中間是軟的 然後外面是脆糖 所以吃起來就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跟不同的口感 我剛剛測試這個Rainbow的 你現在來試試看這個 Very Berry的 它這個呢其實是 朋友推坑給我的 Berry Berry的顏色是這樣 藍色的 既然去打包補典的時候 我就帶這個 然後去吃了一整片 然後我朋友吃到也覺得說 哇這什麼糖果 因為台灣好像沒有吃到類似的 這種口感的糖果 然後我就真的超推薦 如果大家有來美國的話必買 那再來呢第二個就是這個 這美國很經典的酸酸糖 這個呢也是有夾鏈在設計的 但是我平常吃的是小的 這個我買錯的 它在講這樣 然後呢它上面就會有很多酸粉跟糖粉 然後它吃起來 它這個口感也超厚的 所以我第一次吃的時候我是 Exact它是應該是那種 硬的那種糖果 但是它這個是軟糖 然後它外表是硬的 然後我就覺得哇好特別 它有另外一種酸酸糖 就是那個Skittles的 綠色的那個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美國超市好像都已經沒有賣了 我都已經找不到了 那它跟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Skittles的那個糖果是 它的外表是有一個脆脆的表皮 然後外面會有酸酸的粉 但是它的那個酸粉會比這個更多 然後也會比這個更酸 如果你要吃超爆酸的那種的話 你就去吃 你就去買Skittles粉 它如果你想要只要酸 可是又不要有那麼那麼酸的話 那你就可以買這個sour pie 那它呢你看它總會有超多種口味 總會有五種 然後我自己個人比較喜歡的是這四種 然後橘子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糖果的部分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吃橘子口味的糖 再下一個是這個Hershey's的巧克力 在我真的留學的時候超級常吃 你們看它是長這樣子 它是有白巧克力 然後裡面呢是有Oreal的餅乾 嗯 超級退 我真的是哇 這個直接把我留學的回憶拉回來了 嗯 要再再還是覺得很好吃 它這個Oreal餅乾真的是沒有再給你手軟 它加超爆酸 你吃每一口 你吃它咬熱什麼小狗 你還是一樣 我 guarantee 你會吃到Oreal的巧克力 真的是超級好吃的 然後這個一般超市都可以找得到 因為這個我們比較沒有看到加拿大的高速賣的那種大包裝的 所以如果大家也喜歡吃Oreal的話 可以去買一下 好那以上呢就是糖果的部分 接下來呢要跟大家可以點餅乾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 Faigur的Granola 就是在今天的推薦影片裡面唯一一個健康的 哈哈哈哈 可能這是我平常就是肚子餓的時候會 會想要來吃的 那這個呢它是用燕麥做的 然後呢它會再加上一些莓果 因為這是Mixberry的口味 那還有另外一個口味我也很愛吃 是那個巧克力的口味 但是已經被我吃完了 所以今天就拿這個瓶砍 那你看它是長這樣 就它是燕麥 但它一顆就是這樣超小顆 而且它這也是小包裝的設計 但如果你要去健身啊 或者是做瑜伽 或者是上課什麼的 你這個小包裝都很適合放在包包裡 然後肚子餓的時候就吃一顆 我覺得很有飽足感 那基本上呢我如果是空腹的話 如果我中午沒有吃 我就會吃這個吃兩包 然後基本上就可以一路飽到晚餐 而且這個蠻健康的 它一包 它一包這樣子才100大卡 這也是之前我在留學的時候 一個朋友推薦給我的 好接下來呢下一個推薦的餅乾 就是這個 多利多汁的Core Ranch口味 這真的我超爆愛吃 可是台灣好像沒有這個口味 台灣有這個藍色的包裝 可是好像是一個什麼蝦子的口味 我之前沒有看得太清楚 然後我就看它顏色就買 結果回家超爆滿吃 我唯一推薦 多利多汁的這個Core Ranch口味 超級好吃 它上面就會有一些紅色綠色的粉 然後呢 它吃起來就是有一點鹹甜鹹甜 又有一點微辣的口味 就蠻適合亞洲的 所以我真的超好吃 而且它還有酸 我忘記說 它除了鹹甜辣之外 它還有酸 就是各種口味都聚集在這個餅乾上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口味很豐富的餅乾的話 可以去買這個 它吃一杯 嘿嘿嘿 好再來呢下一個是這個 Laze的BBQ口味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BBQ sauce 但是BBQ口味的Laze 我是喜歡吃的 你看它上面都是有很均勻的這個BBQ的餃 它這個羊皮片的口感 跟剛剛的多利多汁就是比起來 這個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扎實的 就是它中間感覺有一點 抓地抓地的口感 那 多利多汁它就是一種很硬的這個口感 因為我自己個人不是辣 所以呢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說是有一點點微辣 之前我還在讀書的時候 我可以邊吃卻邊算數學 然後就吃完一整包 那我那個時候就整個超爆胖 可是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好吃 如果大家沒有試過的話也可以去吃吃看 好再來呢下一個餅乾也是Laze的 但是呢這是我發現的新口味 我最近才發現它 然後它真的超爆好吃 我突然有一天在看電視 然後它就 然後這一包就放在桌子上 所以我就打開來吃 然後吃了吃了 我一整包我就吃完了耶 只有219克 然後你看它那麼大一包 因為我的臉還要長耶 然後太陽在睡掉 然後它起床之後它就說 欸 啊餅乾咧 我說我吃完了 它整個大傻眼 它說那我一大包你自己一個人 一個晚上就吃完了 超級香 這是sweet and spicy honey的口味 然後這一開始吃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辣感 就是超爆的話 你會就烤了你的嘴巴裡 然後之後呢你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之後 就會覺得 它好像沒有那麼的辣了 然後反而呢會有一點點 這sweet and spicy honey的口味 跟這個BBQ的餅 吃起來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油 如果你很喜歡吃辣的話 我覺得這個口味你應該會喜歡 好再來下一個餅乾呢 就是這個 Trader Doe的Cookie and Cream 我覺得它這個餅乾 比較特別的是 它裡面用的是Pressel 就是那個餅乾 原本就帶有一點甜味 然後還有它自己一個特別的 口感跟香氣 然後呢再加上這個 白巧克力還有 像Oreo的餅乾 我覺得就超級好吃 它整體來說 吃起來就是會比 Oreo的這個口味還要再更豐富 因為它外面的這個巧克力是 有一點 它雖然是凝固的 但是還是有一點軟軟的 你可以看 然後呢它這個裡面 是Pressel的餅乾 看應該比較清楚 它是Pressel的餅乾 它吃起來的話 比較多層次 比較多不同的口味 有鹹味有甜味 之外呢它的口感也會比較多 就不會只是脆 它是外面是軟的 因為它是巧克力 然後呢裡面是脆的 然後呢我之前 好像都沒有看過這個 還是我都錯過了 我最近是馬上的時候 才發現有這個 然後我就覺得 哇這Oreo耶 我最愛的餅乾 然後我就買回家 然後吃到這個之後 我就直接愛上 它現在已經變成 我在Chair Girls 最愛的餅乾之一了 然後除了剛剛那一包之外呢 我還買了超多包回家 如果你沒有很喜歡吃 那麼甜的餅乾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你應該會喜歡 可以試試看 在Chair Girls可以買到 那接下來呢 就是這個 一年只賣一次的 烏肥戲院 那這個餅乾呢 是烏肥Presel 那它跟 剛剛的那個Cooking&Prim 的那個餅乾是類似的 但是它們的 形狀不太一樣 這就是 美國傳統的 Presel餅乾會長癢 然後呢它上面就有加上 欸 叮叮叮叮叮 這都沒了 這都沒了 這都吃完了 好啦 這包沒了 但沒關係 我還有其他包 但是我買了超多包回家 就是以免有這種情況發生 上次但是沒得吃的時候 這邊先要把它打 然後呢 你們看它裡面就是這樣 滿滿的 好可愛 好可愛 然後呢 它這個設計也是這樣 小小的 愛心體重 你看這包裝一打開 它這個 綠香的香氣都直接衝出來 如果你是烏肥愛好著的話 你這個一定會喜歡 你看 它裡面 你看它裡面就會長這樣 所以它外面那一層呢 是 這個 烏肥的 糖霜 然後呢 裡面是 就是那個 然後呢 它的這個 糖霜的比例 跟Cookie and Dream比 它這個糖霜的比例 是比較少的 所以呢 你會比較可以吃到 這個 原本的鹹味 我覺得它這個烏肥糖霜 跟 它的這個 的融合比例 我覺得做得滿好的 Cherry Jaws他們家的烏肥系列 除了有這個 之外呢 它還有賣 烏肥麻糬的這個Pancake 這個我也超喜歡 我們平常 禮拜六都會自己在家裡面 做早餐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 那這個我自己也滿喜歡的 它跟一般中間的口感 就吃起來不一樣 會有一點QQ的口感 然後 而且它這個口味又超特別 這個烏肥口味的 然後一年幾次賣一次 那烏肥呢 它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這個 烏肥Cookie 可是我現在已經吃完了 剩下這個盒子 你就沒有辦法跟大家介紹 反正呢 這幾個都是我真心推薦 我覺得滿好吃的零食 如果你有什麼推薦的糖果 或餅乾的話呢 趕快留言給我喔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記按讚跟訂閱喔 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